傻傻地去等 遇他遇見 浸淪又再等 期盼那天 Hello 各位 我是卡路斯 上個星期六播放了明少幫我重新演繹的冰月 先不要計算那些來搞事的留言 一般人肯定會覺得好聽 我老婆行歌 聽到我在播 還問我 為何劉德懷來唱這首改編歌 這個版本自然在頭條抖音 由管道道都播 覺得好聽的人讚不絕口 其實覺得不好聽的人 大可以不聽 但偏偏有些人的留言 真的令我提小皆非 我們一齊來看看 我的抖音帳號 我們一齊來看看 流影 只影氣重演 瞬間最沉憶 記載反倒 從此 頭過幾個怕梳化的一定是我的徒弟 阿靈欣 阿大海 阿吳雪盈 現在都希望唱我所改編的歌 但你跟著看下去 就有些人的留言 真的很奇怪 令我覺得這些人的留言 好像沒有受過教育一樣 讓小言唱試看下 這些說話 先不要說這個人懂不懂做音樂 或者是否在音樂這個行業 連他講出這些說話 我覺得他好像沒有受過教育 甚至是連基本人情世故都不懂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什麼叫讓小言唱試看下 因為如果我有這樣的權利 可以讓小言試唱看下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我是他的領導 即是小言打我功的 我才可以讓他試唱看下 又或者反過來 我是打小言功的 即是我是屬於他的創作團隊 我寫完一首歌 就讓我老闆去試唱一下 他一定要唱 因為他出糧給我的 我寫完之後他不唱 他請我去做什麼 即是我打小言功 或者小言打我功 我都可以寫完一個作品 讓小言去唱 但是如果說讓小言唱 試看下 即是試一下小言行不行 就似乎是 我是他的領導多些 那我寫了一首歌出來 讓小言試一下 看看行不行先 不行呢 就給別人唱 我覺得這些說話的人很侮辱 首先我一定要搞清楚 我和小言並非老師和學生 或者是領導和下屬的關係 但是我自己有好幾個學生徒弟 比如大海 寧欣和阿彪 可能將來還會有多些 我寫完這些改編作品 我請寧欣唱 我都會很有禮貌 阿欣 可不可以幫我唱首歌 這個禮拜六 你問阿欣 我平時是不是這麼要求 我不是讓阿欣唱 試一下看看 我寫完之後 或者叫阿彪唱一下 我都說阿彪 麻煩幫我唱一下我的兵語 做一個版本出來 你又可以問一下阿彪 我平時是不是這樣跟他講 而小言和明小這些 更不是我學生的 我和他關係是朋友 希望大家在這裡搞清楚這件事 至於同一個留言之下 亦都有人回應 他都同意找小言去唱 因為小言肯重視粉絲的建議 並且他都很清楚卡洛斯老師的填詞功力 對歌唱的哉創作 往往令歌曲大放異彩而南生的歌 在小言唱來又是另一種味道 多一種嘗試 對大家來說未嘗不適 一種更值得的期待 你說對嗎 這個人一說話 就有禮貌很多 他也是很有理由地分析到 如果我寫了這個兵語出來 邀請小言去唱一唱 因為小言是很重視粉絲的建議 小言也知道我填詞有多好 而小言雖然是女心 但他唱男生的歌 亦都可以有作為創造力 寫出來多幾個版本給大家聽聽 對大家都是好事 這個我是基本同意的 但是如果他有這樣的要求 那為什麼要在我的抖音裡留言呢 如果他說小言是接受粉絲的建議 他應該去小言那裡留言 小言呀 你可不可以嘗試唱卡洛斯的改編作品 《冰雨》呀這樣 是不是會更加好呢 而不是在這裡留言 附和剛才那個人 讓小言試一下 看看行不行 此外呢 他那些道理呢 都是站在粉絲的角度看 做多幾個版本 讓大家有多些選擇呢 是好事 站在我們填詞人 和歌唱人之間的角度 我都不是這樣看的 但是一定有一種互利的情況之下 才會這樣做的 要不就是我寫了歌 我很想小言幫他唱 到今晚小言對我寫的歌詞有興趣 請我去寫一個歌出來給他唱 這兩種情況都是可以成立的 我們就不會大方到這樣 大家去合作寫一首歌出來 讓我們的粉絲多些選擇 都未嘗不是好事 再相言相我們不會這樣做 而且剛才我改編《冰雨》這首歌呢 我是邀請了明少幫我唱 我們又沒有利益的收手關係 而你在這樣留言說 啊 叫小言你試唱一下 其實就是對明少 一個是很不公平的評語 和很不禮貌的留言來的 因為人家已經是義務幫我演唱了 你聽完人家的演唱 不好聽你就給個讚 不好聽你就走 但是加一句 讓小言試唱一下 那就是曲線呢 說你不欣賞明少的演唱而已 所以我今天大致上分析了 我和小言啊 明少啊 而至於我的學生之間的關係 這些關係呢 都是一些義務的關係來的 如果我邀請人唱是不付費的話呢 就不可以說讓人家唱的 好 明天呢 我又繼續這個話題 講一下一些付費的合作關係 好不好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了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視頻的 請你關注點讚和轉發 拜拜